把刚刚制作好的这部影片 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这部影片上传到YouTube网站上面 那怎么样上传呢 好,首先第一件事 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想要把我刚刚制作好的这一段影片 直接上传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发现第四个 右边属过来第四个 它就是上传 所以点选上传 点了上传之后呢 选择要上传的档案 所以请点它 然后接下来 我刚刚的影片是放在 我指定的低词别机底下 然后 哪一部影片呢 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不要选错咯 看到这一个播放器 这就是影片 这个是影片 这个是影片档 这个是简报档 所以不要选错了 比如说选到这一个影片档 开启旧档 然后接下来呢 它会把档案名称就直接当作是影片的名称 那这个影片名称 绝对是扮演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您到时候呢 这部影片能不能很顺利的被搜寻出来 还有排名的位置 这都是扮演关键的角色 那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下说明 就是如何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我会把这一个的内容 就是名称呢 当作是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当作是别的一个讯息 就游标移到影片上面要不要呈现出来 还有要不要去同时推特公告 公告让别人知道说除了YouTube有这部影片 推特也可以让推特知道说有这部影片 所以这个时候呢 您可以输入自己推特的使用者名称跟电子邮件 假设我们现在先不谈到推特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我就直接把它放在这里 当人家游标移过来的时候呢 可以当作是一个资讯 影片的资讯 再来我会把这些影片啊分门别类 举例来说我今天我是属于Word的教学影片 还是属于Excel教学影片 我会把它建立一个播放清单 所以直接在这边 因为第一次建立一部影片 我会把它建立到这个播放清单 比如说这关于关于一些好用工具介绍 或实用工具介绍 所以我建立一个播放清单 例如说建立新的播放清单 叫做实用工具介绍 那因为 因为这是介绍那个YouTube影片下载 其实假设你都是要介绍一些YouTube相关功能 或者是您当然也可以建立您单位的名称 这是跟我们单位有关系的影片 所以这个播放清单 也是另外一个让别人找到您相关影片的方法 只是这边你就把它想成是资料夹 好点选使用工具介绍之后建立 它就会预设为等一下把影片放到这个清单里面 接下来呢 这就是很重要的关键字 关键字它是透过逗号来做区隔 举例来说 关键字当然可能就会像YouTube 逗号 一个逗号它就变成一个关键字 那不是说一定要一个字变成一个关键字 你也可以是 比如说YouTube影片 逗号 或者是说手机 那有些人不是叫手机 有些人可能叫做智慧型手机 你都可以再去加入 当然也有人会打一些无关的 什么中秋节 因为明天是不是中秋节 他就直接打香 就是把十二节气全部都打进去 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或最近最红的一个话题 他就把那个话题直接放进来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字 我建议各位真的是要叙述 是跟这个影片有关系的关键字 假设我们都做完了 我们还要放一个截图 截图 就是一个缩图 缩图这边有三张 电脑会自动帮你选择的三张 比如说现在我就选第一个 第一个是不是一定会刷我影片刚开始的第一页 那第二张第三张 他就分别在中间跟后面各抓一张 然后给你当作选择 你看这是不是我最后面那一张 投影片就是有那个YOUT的那个网站 这就是在中间了 整个大概都做完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件事忘记跟你讲了 当您今天影片希望公开出来让大家看到 请选公开 这个公开包含全世界 就是每一个人不管有登录 没登录通通可以看到 再来就是诗人 诗人什么叫诗人 就是我就是这部影片是我的 所以这叫诗人 那什么叫非公开 非公开他的做法是这样子 知道网址的人看得到 不知道网址的人看不到 非公开 假设我今天我这部影片 我只要给特定几个人看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把这个影片的网址 用邮寄的方式寄给那几个人 那就变成他的一种非公开的形式 所以这三种形式可能要请你斟酌选择一下 当我今天公开 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选什么 发布 整个这样一个流程 就是影片发布的方式 当然发布完毕之后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咯 怎么看呢 比如说我就直接点选 你可以点选这边这个网址 然后复制贴上 但是我觉得很麻烦 直接用这个地方 点一下 他也可以去让我们看到 更重要的地方是这个分享 你可以分享到 例如说脸书或者其他的地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刚好没有LINE 有看到吗 就是没有LINE 可是我们课程一定会教你教到 如何透过LINE来去做 就是影片的一个行销 我只是要告诉你 最后点一下他 你去看一下 成功的看到这部影片 就会给大家看 就会给大家看